阴间神探 精彩气血 我要请吃饭 王大利自然把路由悠悦带来 我们三人来到牛排店 服务员问 要几成熟牛排的时候 王大利叫道 八成熟 服务生带着一脸嬉笑离开 王大利跟我们科普 其实啊 牛排三成五成七成九成熟的分类 是错误的 正经的分类应该是 二成四成八成 我骂道 拉倒吧你 谁懂这个啊 这个逼装的一点意义都没有 等餐的时候 王大利的活宝性格又发作了 眉飞色舞的说 要不我们来预演一下 将来我去洛悠悠家见他父母 要的 你来扮演未来的我的岳父吧 我懒得陪他会儿 他却立即进入角色 伯父好 我拿枪拿掉的说 会打王者荣耀吗 王大利说 我会 我排尖四成 伯父也喜欢这个呀 待会儿我们切磋一下 我吼道 滚 打游戏的男生都没出息 我才不要把女儿嫁给你呢 出去 一旁的洛悠悠被逗得直乐 王大利黑着脸说 不按套路出牌的 哪有这样的呀 我再说 演习嘛 怎么可能让你这么顺利啊 再来再来 幸好这时候牛排上来了 我不用再陪王大利玩这个脑残游戏了 刚送上的牛排在铁板上滋滋作响 上面打了个鸡蛋 香气扑鼻 十分诱人 王大利食指大动 就冻起叉子来 可是牛排的香气 我闻起来 怎么有点不太对劲呢 我不想打破气氛 默默拿起刀叉 切了一小块牛排放进嘴里 软嫩的牛排挤出汁水 流进嘴中 却有一股身体的腐臭味 我立刻吐了出来 王大利和洛悠悠都被我的反应吓了一跳 王大利问 杨子 你怎么了 中午吃得太饱吃不下了 我没打理 又接了一小块 强忍着恶心放在嘴中拒绝 除了腐臭之外 还有一股腥味 完全没有半点牛排的香味 我根本就咽不下去 又吐了 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一言不发的从王大利那儿 切了一块 尝了一口 一夜甚至一个味道 王大利下胎了 怎么了 我说 有点不对劲 你们别在意啊 王大利问 牛排不对劲吗 洛悠悠说 这牛排很好吃啊 我没吃出什么意味啊 我掰了一点 配菜的蒜香面包尝尝 味道很正常 喝了一口果汁也没问题 唯独牛排 不 应该说是我品尝肉脸的味觉 出了问题 为了验证 我把服务员叫来 再来一份 叮咕牛排 服务员说 先生 要几成手啊 全身的 我严肃地说 服务生愣愣地看着我 向我确认几次 这才去了 我知道 这事不能告诉他们 他们又得担心 就说 可能中了什么奇怪的毒 对肉雷 无法下咽 王大利说 你别吓我呀 我们每天一起吃饭 你中毒 我们不也中毒了 不行 我再多吃一点 省得变成你这样 没法享受大鱼大肉了 我惨然一笑 把自己那盘 几乎没动过的牛排 推了过去 说 替我解决料吧 洛悠悠比较敏锐 问他 松阳学长 是不是 你中午吃了什么东西啊 我沉思了一会儿 这个还不清楚 我会调查一下的 一会儿功夫 全身牛排送上来 血淋淋一大块 搁起来很费事情 我切下一小块 送进口中 牛肉里的汁水 就像铅水一样 难以下咽 我立马吐了出来 无论熟肉 生肉 是在我嘴中 变得异常恶心 我不由自主地 想到了黄老爷子的症状 我立即给黄小涛打去电话 他那边声音嘈杂 大概局中还在忙 我紧张地问他 小涛 你现在在干嘛 黄小涛回答 刚处理完几份文件 怎么了 想我了 我现在没有心情开玩笑 直接开门见山 你吃饭了吗 还没呢 等一下 我的外卖到了 他起身去拿外卖 说 我点的鱼香肉丝饭 这家超级好吃的 改天我们一起尝尝 对了 你找我有事情吗 我说 你先吃一口菜 黄小涛笑道 莫名其妙的 不会 这什么味道啊 怎么是臭的 祖娘 我刚刚吃了这辈子 最恶心的食物 怎么会这样 我要去举报这家店 果然是这样 我们三个现在 有相同的症状 我说 出了一些反常的事情 我怀疑和我们中午 吃的饭有关 我马上过来 我出了门 就直奔市局 来到黄小涛办公室 几个警员 正围着桌子 在试吃那份外卖 纷纷疑惑说 队长 这菜没问题啊 挺香的 看来黄小涛和我 一样察觉到了 进我进来 黄小涛说 你们先下班吧 对了 这份外卖拿去吃 我没胃口 他们几个 用贼叫的眼神 看了我一眼 离开了 我说 刚刚我在和王大利 吃牛排 也遇到了相同的事情 看来 咱们都中招了 黄小涛沉吟说 这也太力气了吧 难道有人 对我们的舌头 做了手脚 你早上吃了什么呀 包子豆浆 肉的 黄小涛点了点头 是啊 我回忆说 今天我们基本上 没做别的 也没吃什么特别的东西 非要说的话 就是你爸那瓶酒 我怀疑 那是问题的源头 黄小涛皱着眉头不言语 我说 对了 送你爸这瓶酒的人 你熟吗 一般般 那人跟我爸认识好多年了 经常来我家 不可能害我爸爸的 话要说回来 只有算不上投毒 世上哪有这种离奇的毒啊 劝人结婚吗 我思索着 肉里面有什么 蛋白质 铁 唐元 走 我们做个试验 弄清楚 这种毒 到底是针对什么起作用 我叫黄小涛 去超市买点东西 我去了看古寮 准备一些容器 一会儿工夫 黄小涛回来 他买了盐 紫甘蓝 牛奶这几样 我把紫甘蓝 倒出汁 盛在容器里 盐稀释了一下 和黄小涛挨个品尝 当尝到牛奶的时候 发现味道异常恶心 我们俩一起吐出来 黄小涛说 看来 问题出在蛋白质上 我拿起牛奶盒 说 不对 牛奶里面还有糖原 最好先把糖分给排除掉 那我去买糖吗 我说 糖原又叫干糖 跟日常中使用的遮糖 是不一样的 最接近的是葡萄糖 黄小涛说 法医实验室里 有葡萄糖容器 购买阴间审探VIP版本 每天至少5集更新 尽快完结 在喜马拉雅 直接搜索阴间审探VIP 就可以找到购买 希望能支持一下正版故事 感谢你们 有任何问题 可以加本集标题上的微信号 来咨询我 祝收听愉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您的观看